張開勇猛的翅膀 奔向深深的前方 這個是1990年中華直棒的主題曲 事實上這個直棒來講見仁見直 有人覺得經歷的風風風風 直棒目前還是有很多眾多的支持者 這個都是鐵粉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只是單純就以直棒或運動 因為我們之前有提到運動的一個賽事 事實上對整個國情的鼓舞是一個很大的一部分 像奧運雅典 這都是一個很強大 可以看得出來那一定是當時的軍事風格是蠻強悍的 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這一定的 你看那個均勻中有沒有 那個阿兵哥來講對不對 說實在話的幾乎都是體能至上 去打籃球 很飄悍 對不對 每個人都是很飄悍 就是體格壯碩 都玩那種體能的一個部分 所以那意思是說 你在軍事體運動來講 這一定都是一個相輔相成 那事實上我們有直棒 因為事實上以台灣的國球 台灣國球你不會講足球嘛對不對 那你就沒關係 那個桌球、羽球 但事實上團體運動跟個人來講 事實上還是有一定的一個渲染力 事實上我們在1992年我們得到了奧運的銀牌 那時候真的是說實在話的 真的是引起蠻多的一個 蠻多的一個 蠻多的一個關注 事實上那時候的一個奧運的銀牌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每個球員 好像都領了500多萬 好像記得好像是500多萬 我記得獎金是500多萬 然後那時候一開始 每個球員都有 這教練沒有 後來趕快再補發教練 應該記得那是500多萬 銀牌500多萬 那個真的是那時候真的是 引起很大的一個國家的一種 真的是一種人民的一種振奮 那時候是一種振奮 那你說事實上還有我們還有一種市井賽 所謂的世界的一個部分 可是事實上在整個的一個比賽中 奧運還是的確是一種最高的殿堂 不管他是不是 但是在人類 我們目前就是一般人的心中 奧運就是一個很大的 所以事實上那時候1992年 得了一個奧運的銀牌 那的確是一個振奮國際 不管那時候偷走是誰去 不管 但是就是一致性 對那時候 然後事實上包含我們有很多的一個 市井賽之處上很多的一個部分 那都是有一個部分 但是事實上引起國家的一個部分 所以全民運動來講 棒球 但棒球是不是一直都是我們的全民運動 也未必 他事實上是在整個一種 戰情的一種國家的需要 那個紅葉哨棒隊 那整體的一個部分 都引起整個國家的一種 票漢跟國家的一個團結 這不要說團結 這引起國家的一種 一種強心爭 我覺得這是一個部分 那現在來講 當然就是越來越少了 當然你看奧運現在還有霹靂舞 說實在舞蹈都拉進去 這實在這個已經有點在比 那個個人秀的一個成分居多 當然這我們還是予以尊重 但是事實上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事實上 在整個的一種奧運的一個 團體的比較強化 的確都是一個引起很大的一個 國企很大的一個 一個振奮的一部分 那以台灣來講 事實上有幾個台灣人 要嘛就是籃球 要嘛就是棒球 那你說還有其他的 什麼排球 或什麼 但是事實上 因為他是跟直棒會有相關的部分 那事實上比較好直籃的部分 會有相關 事實上還是在什麼 還是在棒球的部分 對 那你是說那籃球也可以啊 可是為什麼棒球 反而是台灣比較多 因為這有蠻大的一個部分 因為籃球的部分 他會有體態的一個優勢 那記得那時候我們在跟那個韓國 哇 韓國那時候有一陣子 怎麼樣 韓國就死對頭啊 每次打台拳道 跟韓國籃球 跟韓國什麼都跟 對不對 哇 真是有醜一樣有沒有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 如果以整體綜合來講 事實上 台灣人的體態來講 事實上 在打籃球來講 是本來就比較吃虧的 所以相對的一個棒球的部分來講 是因為他畢竟有靈活性 跟整體的戰斧 所以事實上在台灣人 本來還是有一定的一個優勢 在有一陣子 的確是讓整個一種 台灣的人民 你不管是說 一種一致性 事實上我們像同島一行 大家可能台灣島那麼大 事實上各位如果去台灣那些離島 就比較偏的那種離島 對不對 就是小小的 摩托車一起 就從南到北人那一種有沒有 你就會發現什麼叫同島一行 同島一命 那時候就會有感觸 你看到那個 那個岸邊的那種 以前那個碉堡 上面寫同島一命 可能小小的已經沒有被花掉 可是你真的可以感到同島一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一個 對不對 遇到災難的時候 等下一班船來嘛 對嘛 除非你能趕上首波直升機 走了嘛 飛機還來不及呢 因為遇到狀況的時候飛機可能不能飛 直升機還比較有感動 有沒有 除非你能趕上直升機 有些島還沒有飛機 有沒有像蘭嶼 喔蘭嶼不出來有飛機 你如果像琉球是沒有飛機的 它有機場啊 直升機一台H H等下直升機 不然就給我跳的 你自己不用拚 就是直升機 所以事實上老實講 就會說事實上在整個一種 一種國情來講 事實上就會有一種 一種同舟共計的一種感覺 事實上島國 我們台灣那樣找得過 所以事實上 很多事實上歷史就要在探討 就是說 事實上海洋國家跟陸泉國家 哪一個是屬於比較票漢 有些就是陸泉票漢 可是事實上說實在話 海權也蠻票漢 為什麼海權光要面臨這個海 你要能穿越新城大海 對不對 渡過新城大海說實在話 就足夠你喝一大壺 所以都有各自的票漢 應該說各有各自的票漢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來講就是說 事實上在整個運動 或整個那個什麼棒球的部分 對台灣來講 曾經留意過一個 讓這個很多年代 大概現在是一個80年代 或9年代的 大概70年代 80年代的確就是民歌神 有一陣的 就振奮人心 對不對 那時候如果說 你有經歷過1992年 那時候如果你還在看棒球 那時候奧運就實在話 那真的就是怎樣 晚上就看奧運 那種感覺就只有山海 有沒有 我覺得那時候真的就是一種對不對 但那時候可能沒有做那麽 像以前戰後那麽的險峻 但是就是會有一種感覺 現在資源太多了 現在資源真的很多 所以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如果那時候你1992年那個 奧運銀牌那時候的確是真的蠻振奮的 如果你那時候是一個還是一個學生的 現在的你應該大概是40歲50歲左右 應該已經超過30歲了 正常應該45歲50歲左右對不對 正常這時候你大概已經是一個 你就可以感觸到現在的一個 整個的一種運用賽風 不是說現在運用賽風不好 不是 而是說整個運用賽風的確是有點改變 現在的的確是有點比較沒有像以前 這麽的一種那種感觸 所以事實上這個伴隨了 就是一種以前的一種國情的部分 然後在全球化 那現在又要進入了所謂的一種區域的聯盟 事實上這個以後運動的一個氛圍 我相信會有所改變 它至於會變得怎麼樣 這個我們這邊就不先表態 但是應該來講像以前這樣子 一個國球有沒有 這種的一個振奮人心的部分 可能會多少受到一些改變 至於說變到哪一個部分 我覺得那可能會取得到每一個國家 那如果以台灣來講 事實上台灣來講 你說棒球是不是還是有可能 最有可能的國人對沒有錯 因為以整個的一個 你想體育型態嘛 你說我們打足球 說實在話 你有全台灣有多少群學校能打足球的 每次你看到足球 不都是外老在那邊打嗎 外老打得比我們還爽了 WOW 對啊 事實上來講 你說籃球是最多 可是這樣籃球來講 說實在話的 就是說 你會去打棒球 你會觀察 你會打棒球 事實上除非是自己偷好玩 要不然如果真的是有打棒球 他就是想 要不然是國中高中 他就是一定有參加棒球的部分 可是籃球不太 籃球就是大家拿就爽很打 所以事實上真正有接觸棒球的人 他一定有一點點的一個棒球基礎 說實在話 他一定是就多少會有 你說很少就自己在那邊投也有 但是相對的那可能就玩不久 但如果說真的 你看他投的有模有 他幾乎都有收過一些棒球的基礎的部分 所以等於說 他本身的一個 你是說他的進入的 你可以說他進入的門檻 或是相對的 就是說他的一個執行的一個門檻 的確是比較高一點 的確是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等於是說在整個台灣來講 國企來講 的確棒球是比較有可能是 一樣是我們的一個國球 就是說未來的一種形式的部分 或者說現在的一種運動的一個風格的部分 的確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的確是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事實上應該來講就是說 很多東西的回憶都是美好的 就是說都會再看一看 你現在如果再看一下1992年那時候的 奧運銀牌棒球之戰 你會發現畫面都很粗糙 但是你會發現當時並不會這種感覺 就是怎樣 歷史的 你現在好比說現在 你現在隨便點一個 你現在好比說舉例 你現在看一些 例如說一些那些藝人 現在還在線上 還有聽過他歌的 你現在看以前早期的MV 對不對 還有比如說你看金城武 金城武現在很多人 你認識金城武 你看他金城武早期出的一個MV 要比說假如 假如金城武那時候出道 他那時候金城武出道的時候 他出道他有以前金城武出道的時候 他不是CD 最早是那種卡式的 金城武那時候出道的時候 我記得他好像還有唱日舞的國舞 不知道台語有點忘了 那時候的歌 那時候假設那時候是一個國中生好了 國小的國中生 現在大概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一個大叔 所以你要偶爾講說 事實上橫跨的時間走路 事實上它是很大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事實上表達一個點跟民風的改變 你看現在的一個MV的影片 跟現在你看韓國的跳舞 那些畫質跟以前完全不能比的 但是你說精神就不對嗎 我們也沒有這樣子 是說以前的風格的回憶改變 現在跟以後會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 在 在體育賽事的一種 沈進度的一種感受度的一種 感受程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事實上你說今天這一集 你是在講運動還是在講國情 還是在講老歌還是在講老物 應該是說以前的一種 在那種氛圍時代 很多東西就很容易受到一種感動 在運動的部分來講 的確是在那時候的一個國情上 所以比較前後受體的情況 是這樣的一個氛圍 跟那時候的物質上 比較沒有那麼的好的情況 的確是會有這樣的氛圍感 那你說現在來講 不不好嗎 不 現在的風阻不是更好嗎 是沒有錯 只是說感覺會有點不一樣 那你說這種感覺 就是說 那現在的好還是以前的好 我覺得各式都有各式的好 就是說 每個年 每個當代的人 每個當代的人 都會有當代的人的幸福 就好比如有些長輩上講 現在的小朋友 郭小郭忠生 啊 也不能這樣講 說不定他們以後大的時候 他們有他們的一個挑戰 說不定他的挑戰 之後遇到的挑戰 會比你之後 之前遇到還有更難的 不一定 所以我就不能這樣講 每個世代 都有每個世代的課題 這的確的 司剎你的意思 觀察歷史來講 每個世代 都每個世代 真的是那一種 真的是 那一種歷史動畫的那種的課題 對不對 哀聲騙人的課題 對不對 那種 這真的是 奇葩到出身的點的課題 對 所以等於是說 每個人都會用自己的標準去看別人 那這樣我覺得 事實上也很難去講說對不對 然後每個人說我就對啊 但是事實上每個世代 每個世代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一定的 那我們也各於尊重 那我們今天實在表達說 在棒球 因為事實上 最近台灣這一次的獎牌都得的不錯 可是事實上各位我沒有發現 我們最後 我們最新的獎牌就是什麼 都已經開始團體戰 就是個人戰 都是個人戰 個人戰 因為說是個人秀 我很生氣 就是個人戰 的確 或甚至還有一些疑似的一些點 這個我們也不講 但是在團體的一個部分來講 的確它是真的有一陣子件事 正本民族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突兀 我覺得如果說你是有感受到當代的 我覺得這個回憶點 對你來講應該會是一個 聽到就是不能當飯吃 但是就是一個 就是我回想到當時的感動 當時的感動 你可以說我當時我也經歷過 我也共同參與過這樣子的一個感動 不能當飯吃也不能講 但是我有共同的 我有感受到這場盛宴 這場澎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不管沒有錯 我對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 蠻 蠻榮幸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榮幸 在時代的饗宴當中 你能參上一角 你能有參與到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 你能體驗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很難回味的 我覺得這個 對 那之後如果有那一種 虛擬人生 我覺得這種場景就很適合來 回味 這是有趣的 對 所以你虛擬數位人生 這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 你可以體驗到那個感動 你可以體驗到那一種 對 或是有人想要 我要體驗那種痛苦 成長 anyway 可以review 痛苦 這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來講 本來就是一種感動跟感悟 我覺得有時候感動跟感悟 有時候 親自走過的感動感悟 那事實上 今天就是稍微先潛聊一下 事實上從 運動 聊到 那個 棒球 聊到一些職業的部分 聊到一些國情 聊到一些無限定 那事實上國外戶的重點就是說 事實上 每個世代 的確都有每個世代的一個 點 當然就是說 如果您是上個世代的人 那尊重這些前輩 如果您是這個世代的人 就是你這時候的 那就是 有正在體驗當下 我覺得 就是不要 失去任何體驗的一個時候 如果您是之後 對不對 現在才凹凹待 正在一個 求雪階段的雪嶺的那種小朋友 你還在 這種未來你也不要帶 未來還是會有屬於你們 屬於你們的一個道路 至於是好壞這個就好 真的不知道 這畢竟沒個世代 但是不管是老中期的傷害 我覺得 都有各自自己的一個天命 跟死命 感受到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個都是屬於自己的一個抗裝大道路 屬於自己的一條 正確的一條道路 因為畢竟 你就是生長在 你的這個世代的軌跡上面 對 好 今天先朋友來到這邊 Bye